各位弟兄姐妹 新年恭喜耶稣爱您 期待未来新的一年 大家能够领受新的恩典 新的恩膏和祝福 在过年期间 我们可以好好的休息 全家可以聚集在一起 彼此关心 分享带导 特别为就历新年的假期期间 我们可以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祢是赏识恩典 祝福满满的神 求祢祝福我们 保护我们 在过年期间 不论是出门在外 或者搭车开车 求祢恩待我们 一切都充满平安 不受塞车影响心情 不因为天气不佳而抱怨 凡事感谢不住祷告 愿意相信神的恩典安排 是最美好的 也给我们有好机会 能够向家人见证信主的美好 全家信主的家庭 更是能够彼此带导扶持激励 将去年一切美好 献上感谢为寄给神 并且为了新的一年开始 献上带导 为了家中每一个人的需求带导 并且为了国家献上恳求 在休假的期间 国家能够享受太平 不受中国军事的威胁 国军能够保卫国家 轮流休假不受干扰 不论军人或者警察 医疗人员 消防人员 有许多必须在过年期间上班的人 更求主保守他们牺牲奉献的心 每个人都能坚守岗位 不畏惧 也为了过年期间 我们可以免于新冠病毒的威胁 大家能够同心这样防疫做到位 使我们灵魂底头兴盛健壮 我们这样同心祷告 乃是奉靠耶稣的圣名求 阿们